舅舅是神龜 快速簡介一下 早上講就是神龜是我們台灣的一個保育類的烏龜 很特別是整個人可以收進去再合起來 他在過去幾年 他整個頭腳進去之後 他就可以把他前面的肚子再蓋起來 像一個箱子一樣 所以英文就叫做Buds Turtle 哦~~~ 我可以開開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怎麼搞的 他過去幾年的話 其實因為中國需求 所以導致我們大量台灣的族群被捕獵 然後這個是 警方查貨的 海關查貨的數量 這幾年一直很高 2014年很低是因為那時候傳聞 我們可能要開放 所以所有人都囤貨不敢出 對 可是我們的刑罰 卻因為你看這邊 最左邊是那個 查貨之數這麼多 可是怎麼樣最後判決最高了不起 就是六個月 然後可以一顆罰金 那可是有人抓一隻兩隻還是六個月 對吧 所以沒有什麼 那我們今天就是想把這些相關資訊 都 就架一個onepage的 那早上其實一開始是只有做到就這樣子了 那今天感謝那個Lean的幫忙 這樣子把這個onepage我們後來就下面把剛剛那個資訊做了簡單的互動式的 可以看到是每年幾隻的這樣子 那下面也其實也不止一種龜啦現在有兩種龜大概也是越來越多另外這種財管給你抓到 這個數量的之後再想可以再怎麼呈現 那還有這邊做一點簡單的 為什麼他們會被倒列的一些原因啊 像供應中國市場 或者是為了炒作獲利啊炒作市場 那還有一些手法跟目前遇到一些保育困境 那這些慢慢的資料會再繼續豐富文字以及相關的圖片 或是會希望往互動式方向走 那還有一些其他一些相關的報導 最後的會盡量在這個onepage這邊可以做一個資訊的呈現給大家看 那這是目前的成果 接下來再繼續增強 謝謝大家